中方這個鐵皮有沒有 可以打開這個壞掉的原因 它本來是包覆著 我們徐雲市的瓦片 颱風過後 副市長邱佩玲 關心各宮廟災損情形 在民政處長張元祥 安樂區長簡易澤 陪同夏 陸續到各宮廟訪市 它最主要是從裡面 有排水中的戶外 戶外的整個 從一位建 從那邊整個灌下來 三坨颱風過金 為基隆帶來 前所未見雨量 基隆池雲市 因為雲有的排水系統故障 加上雨量過大 導致雨水漫流到寺廟裡 廟方緊急應變 所幸災情才沒有擴大 以前沒有發生過家 最主要是因為 雨量 這一次雨量太大 強降短時間 這個雨量太大了 因為廟裡面來講 以前的設施 這個排水 大概沒辦法想像都 不會發生這麼強強的 那這個都等要丟掉了嗎 對啊 這個到時候我們會找那個 處理環保來 他們帶去按照環保的 所以你放的時候 可能另外要好好 包刮那個也是一樣 那天整個水 大概有20公分 每一層 還有山區的廟宇 包刮土石灘方造成道路阻塞 我們也請廟方的人員 盡速的來撤離 包括很多廟方在山一邊的 山側的土石流 我們也請我們各區區公所 以及我們各個救援的單位 能夠盡早地做好復原的工作 颱風過後 市政府積極針對 灘方淹水地區 進行搶災附件之外 同時也不忘關心各宮廟災情 副市長邱佩玲也指示 民政處各區公所 針對有災損的宮廟 提供必要的協助 記者 黃紹明基隆報導 會《中島》 幫護者 我們除湧事長 照bau